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自己的小腿呢非常的酸胀 尤其是呢我们做完运动 在做运动的同时我们的小腿肚呢也会变得比较粗 那我现在呢就要跟大家介绍排酸的使用方式 我们排酸呢很简单 一样呢挤三到五下 三到五下要怎么降水肿呢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小腿开始这样子擦 那记住哦小腿的地方呢可能不止五下 下午的话可能就到七八下左右 那这里编排 编排的过程当中可以带一点按摩 很简单 不复杂 那我们可以呢螺旋的方式 螺旋的方式往下按摩 那我们就把它整个排酸上上去 那如果你想要效果比较好呢 也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保鲜膜 很简单拉到我们小腿要的长度 并且把它包起来 像我们的酸呢大概是两卷 你想要效果好一点呢就像我一样 我做晚运动之后呢我会把我的小腿包起来 包的15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冲澡了 我们刚刚呢已经包完15分钟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差异度你看这边是还没做 这里是已经有做了 这边的脚呢线条就会变得比较纤细 这边感觉还有点浮浮种种的 所以呢我们很简单 包完保鲜膜呢大概包15分钟 包15分钟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看电视或是追剧 这个时候呢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拿我们的排酸还有我们保鲜膜包自己的脚 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就有轻松的美腿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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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